就算我們這一代人 大家看回民調 很多人都說不應該平反六四的 相信共產黨的那些 如果沒有鎮壓就沒有經濟發展 那些我們都要抗爭的 都要跟他們說 因為如果沒有鎮壓沒有經濟發展 那全世界都不如去殺人 個個都說要經濟發展 很荒謬的 很多事情的歪理 我們都要跟他們抗爭 所以不只是年輕人 其實有一代人 雖然經歷過六四 也是當時看到所發生的事情 他們現在都可能不理 或者麻木了 或者聽了歪理之後 是重複歪理 張家敏也是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也可以幫忙 把那些訊息傳出去 好 謝謝李卓仁 那我們在這裡跟李卓仁說一聲拜拜 今晚維園的祝光晚會集再見 那你都會上台的 那現場當然還有我和桑普 那可以在這裏